原标题 刘备四个儿子 将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 暴露了刘备心思 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很多歌剧势力 曹操铲除了袁绍势力 吕莫势力 在曹操的南边还有张秀 刘表 在曹操的西边有马超和韩顺 当时天下群雄除怒的局势已经形成 在这些势力当中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刘备 刘备对外自称是中山境王刘胜的后代 这也算是他结交英豪和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刘备在拥有花束之前 一直处在颠沛流离的状态下 但是刘备从来没说 要放弃自我崛起的打算 我们只要从他给自己的儿子起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真的是这样的吗 快和小编一同来看看刘备儿子的名字的特点吧 谢谢关注 对于刘备的子嗣而言 大家少当其冲的会想到一个人 刘缠 其实 刘备不仅只有他一个儿子 他还有其他三个儿子 对于孩子以后二未来 刘备想到要从儿子的名字上下功夫 先要给儿子 起个好的名字 他觉得有了好名字叫起来想当他 也会给人一种想要认识结交的欲望 当然 刘备在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 他却把他的以后要实现的目标 体现在了自己儿子的名字里了 这个怎么讲呢 我们就要从他儿子的名字来分析了 刘备的第一个儿子叫刘峰 刘备的这个儿子不是亲生的 这是他收养的一个儿子 收养这个儿子的时候 他还暂时投靠在刘表的名下 这个儿子也是从罗侯寇室那里领回去的 这个刘峰的后来的作为让刘备非常恼火 关羽在相反被困向刘峰求援助 可是刘峰听了梦达的谗言就是不去救命 最后刘峰也因此被刘备给杀死了 刘备的第二个儿子叫刘缠 这个儿子后来顺利继承了刘备的地位 不过历史上一直都给予了他不好的评价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诸葛亮死后维持了一段光景 自己的在投降后得到了善终活到六十四岁 在刘缠之后刘备又多了两个 孩子一个叫刘李一个叫刘勇 刘备的这样两孩子也没啥本事 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少 从他们出生的时间看刘李是最小的 但是他不到三十岁就死了 这就是刘备的几个儿子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如果连在一起 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风上涌底 在三国时期的任人物里面很少有俩字的 大多数都实是一个字 刘备儿子的名字到底有啥特殊的呢 风扇中的风有祭天之意 缠为祭地之意 连在一起就是祭拜天地 而风扇活动是古代帝王最大也是最隆重的祭拜活动 永里主要在这个礼字 圣人之所在 则天下礼焰 礼字的含义颇多 但又在此处最恰当的当属事里 亦或者是安定平定之意 整体来看 刘备给自己儿子起的这些名字 充分暴露了 他想要成为天下主宰的意思 什么是下的主宰呢 很显然 他自从启示那天起 就奔着做皇帝的目标去 为了实现他的目标 他还把这件事 蕴含在他的后代名字里 心机可谓真的深 不过 刘备正是靠着这样一种鉴定的信念 让他真正华丽转身 成为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 看来 想要成大事 必须能够从各个方面加以注意 刘备为了这一天 也真是煞费苦心嘛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 刘备有四个儿子 将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 暴露了刘备的心思 谢谢关注 大家怎么看刘备儿子的名字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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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